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Arena Star的Amber來到我們的人物專訪 歡迎Amber 你好 嗨 你好 好的 那我想先請Amber跟我們分享當初是什麼樣的經歷 然後讓你接觸到像空中瑜伽這樣的一個才藝類別呢 那時候是我人生低谷時期 所以因為有一些舞蹈的底子然後跟朋友 剛好有我覺得因緣際會就有一個聲音就說 欸你去試試看空中瑜伽 那我就去接觸這樣子 是 那因為其實你們的品牌名稱其實聽起來很夢幻 叫做Arena Star這個品牌名稱是來自於哪邊 它是義大利文重生的意思 然後就是在我低谷的時期我去了義大利 然後對我有很多的省思然後有一些想法 所以我回台灣之後我重新整理了一下 就發現欸其實這個地方這個名字對我來說很有意義 一個重生的概念 對 那我也希望把這個重生概念帶給我的學生 或是我的所有客戶 不管你是在什麼樣的經歷也好 你只要進到教室上文課出去 對你來說都是有一個重生的感受或體驗 或者是更多的是甚至你是可以在你的人生經歷裡面有一個重生的機會 對 那以現在目前來說 其實像空瑜以現在目前市面在舞蹈來說 其實它是比較新穎的 那其實畢竟在過程當中 可能有些家長會覺得空中瑜伽 是不是比其他舞蹈相對來說比較危險 那在過程當中一定會遇到一些挫折 那有沒有什麼案例可以跟我們做分享呢 我覺得危險性其實是一定有的 因為畢竟離開地面 那我們能做的就是提高我們自己的專業 然後再來就是提高我們給客戶的信任度 對 那在這事前呢我們會做很多的溝通 就先讓你理解空中瑜伽是什麼 然後在這過程中呢你可能會經歷什麼 你可能會站的比較高或者是不會晃 那要小心就是我們會建立很大的安全感 跟信任感之後 我們才會繼續往下做一些教學的部分 那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記得那個時候有一個70幾歲的 已經是阿嬤了 他來上課 上空瑜嗎 對上空瑜 真的上空瑜 然後我覺得他一點都不怕 我們老師真的超級害怕的 然後我就把那種最後的墊子啊 全部搬出來 那他 我覺得很顯然也是 他對我們的信任感真的極高 他就說沒關係 他們做得到我也做得到 還在那空中這樣勾腳啊 然後我說我可以 那阿嬤其實真的蠻厲害的 他可以把自己這樣子拉起來 體力蠻好的 對 那以現在目前來說 你們除了空中瑜伽以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服務項目 我們其實經營最大的兩個板塊 一個就是空中瑜伽項目 然後另外一個板塊就是療癒身心的板塊 對然後我覺得這兩個可以說是分開 但也可以是結合在一起的 因為空中瑜伽對我來說 是外在形體上的鍛鍊 那療癒這一塊就是內在的修煉 那我覺得一個人呢 要美麗與智慧同時兼具 所以我們目前是以這兩個為主 那應該是說其實還蠻特別的 因為是以這個身心靈去做一個瑜伽的一個結合嗎 那你們身心靈的部分是怎麼去做結合呢 我們其實透過蠻多的 有一個是我們送播 因為我自己其實 除了空中瑜伽之外 我也是送播的療癒師 喔 對我在這一塊 今年也第二年了 對 雖然我很少做 但是我一直都有在做這一塊 然後我們會透過送播 讓你是可以靜下心來放鬆下來 然後再一個就是靜坐 靜坐其實不是 世面上很多靜坐 有可能正念冥想啊冥想啊 靜坐打坐這種很多的詞 但我覺得那個是真的是讓自己靜下來 你可以好好的觀察你自己 然後打開覺知跟你對你人生有覺察 對 這兩個其實是療癒主要做的部分 那當然現在的花樣很多 就我們還有什麼擦花啊 流體化啊 香氛啊 就是我們全部都把它歸類在療癒這一塊裡面 那我們有很多的特別的工作坊 然後也是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有趣 然後是非常好的體驗帶給大家美好 然後進而讓大家可以慢慢的接觸到療癒這一塊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我是不是身體有問題 或是我是不是怎麼了我才需要療癒 但其實不是的 那應該說比較特殊的點 就在於說你們有 除此有這麼多多角的一個結合以外 你們還有跟公益的部分 你們是怎麼去做的呢 做公益的部分 平常的時候是我們一直都有一些家庭啊 或是家訪啊 或是社會的 社會的一些 這一塊資源的連結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蠻常做的就是我們的演出跟公益結合 就因為身心家庭 身心障礙的低收入戶的很多人他們是根本沒有辦法接觸到這一塊的 那我們希望透過演出然後邀請這些家庭啊 然後或是身障的小朋友們可以來現場 然後可以多跟這社會接觸跟連結 因為其實社會對他們來說還是不友善的 因為他們可能肢體很大 會發出聲音或者是很失控 有些小朋友沒有辦法做那麼久他們會哭會鬧 那我們希望可以透過我們的力量 然後示範出更多的善意 讓他們有這個機會去接觸到社會的這一塊 是 我覺得感覺你們很像是 盡你們最大的可能 可以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加的美好 真的很不容易 是那以現在目前來說其實包含你們上的課程很多元以外 其實從點點滴滴都可以看得出來你們在經營上的用心 想必在過程一定有很多像是學員他們給你們的肯定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案例也是支持你們繼續做下去的動力呢 我覺得聽到最多的回饋就是 外在其實是最快的 很多人說我從來不運動 但是我因為空中瑜伽這項運動我堅持了三年 有的甚至更久三年四年 到最後有些老師 呃有些學生甚至成為老師 或者是自己開業跟創業 對我覺得這個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嗯 對然後再來 一個是外在的嘛 外在比較快 然後內在可是 有些學生都會面臨人生的低谷的時候 然後他們都可以透過空中瑜伽 讓他們自己在人生低谷的時候有一些轉變 我聽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學生哭著打電話來說 我現在失戀了我真的很難過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我只想要讓自己變漂亮 你們可不可以幫我拜託幫我變漂亮 對然後他就是透過上課然後健身讓自己體態變好 然後當你體態變好你就越來越有自信 然後整個人散發出來的能量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正向的反饋 是真的 因為其實身體健康真的非常重要 當你今天沒有健康 你事業再繁忙 其實你是沒辦法做的 真的 對所以其實在過程當中 其實你們也幫助很多現代的學員 讓自己變得更加漂亮且自信 那一路走來有沒有說 對於像公司未來它的一個短中長期的一個規劃 短期的部分就是我們希望說公司內部呢 不管是專業也好 然後服務項目也好 或是我們的整個組織架構都可以是更全方面的提升 這是短期的部分 那中期的時候我們希望就是講的比較大一點 就是我希望可以透過公司然後帶領這個行業 或者是整個運動的行業 不管是舞蹈啊空中瑜伽啊瑜伽 可以利用這個行業讓世界看見台灣 嗯 對這就是希望可以有這個機會可以引領整個行業 是 對都透過瑜伽透過空中瑜伽 對那比較遠期的就希望是可以對整個社會啊 是有貢獻付出的 對關懷這個社會 然後以善為出發點 以人為出發點然後去做 就是這是我們短期中期跟長期的計畫 那如果當今天是一個年輕人好了 他可能對於像空瑜也是非常的有興趣 那或許自己會不排除未來可能會想創業 那會有什麼建議想給這些年輕人呢 就是心態要好啊 然後不要怕失敗 不斷大量的行動 然後去做不怕失敗 然後不怕跌倒 不放棄 不放棄 對真的是不能放棄 你要很知道你自己內心的那個夢想是什麼 對 就很像是一個追夢者 對然後不斷的看回自己的初衷 我是為了什麼而做 就是我是為了 我覺得有兩個 一個是利益的利 一個是利他的利 對 那你要去不斷的回想自己說 我現在到底是為了利益 還是我是利他人的利利他 對我覺得只要你不斷的往回看 然後去覺察我自己在哪一個選擇 只要你發現你是走在利他的路上 我覺得是不管你遇到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的 是真的 因為如果你今天是利他 其實我相信就有點像是地球的一個引力 吸引力法則 當你今天是以善為循環出發點的時候 這個時候宇宙他就會幫助你 對 那當然其實很重要 其實是當你今天必須要有行動 然後你的心態要知道說 自己到底是為了什麼而做 對 你才知道說這個方向在哪邊 那就是努力的就是just do it 對 那我們今天的部分就真的非常高興 Amber可以邀請她 就是也分享這麼多她一路走來 這麼多的心路歷程 那我們就謝謝Amber 謝謝 謝謝